我们再做下个练习好了搞定了还剩下十分钟 下个练习什么练习呢 请使用胃力运算符 判断你这个变量的机偶性 什么机偶性呢 机数啥一个 什么机数啊 机数是代表除以二不能除干净的 偶数是代表是除以二能除干净也就是二的倍数啊 机偶性嘛 那怎么利用这个胃力运算符判断呢 平时我们是怎么判断机偶性呢 对磨上二 磨上二比如说你识 磨上二如果等于你是代表能整除啊 代表你是偶数啊 是不是这个是利用胃运算符啊 其实利用这个胃运算符效率最高 如果你怕那么矫心为什么只拿了一位嘛对不对 那怎么办就直接思考 那我们是零六啊 零六这个是我们胃运算的第二个练习来啊 不是零七了刚刚是不是零六已经有个练习了 零七啊零七来个什么 胃运算 胃运算的练习啊思考啊怎么利用胃运算符 胃的机偶性呢而且我已经告诉你了不用是什么运算符 胃运与思考一下 我听到答案了这么快 那怎么呢我们先来个英特文 来个什么文件 来个 是用胃运算符 来做什么这样 是不是判断了 没写齐了判断变样机偶性呢 比如说随便点一个变样 应者 A等于11 我们平时是怎么判断 是来个硬衣服 A对2进行取膜 如果膜上2 等于0代表它是什么玩意 是代表它是什么偶数还是技术啊 对偶数那如果它不是等于0代表是技术啊 是意思吗 对不对 当然 其实这个东西啊 我是不是可以用三拨运算符来搞定呢 你不觉得我用三拨运算符来搞定吗 这个是代表是偶 书啊 那来到这里说明它是什么数啊 是不是技术啊 对不对 来个技术 对技术 好了那应该是不是啥 来 C一敲出来个零七啊 零七一敲来个什么 是不是技术啊 11是个技术 如果突然感人识 感人识来个编译链接的运行是否偶数啊 没有问题吧 其实这一段呢 跟你说这一段我可以显然三拨运动 为什么呢 简单 A 2 如果能灵呢 是不是来一句什么 是来一句 这个 对不对 接下来是给来一句 这个 请求没有 不得完了吗 OK来 编译链接的运行 偶数对不对 那如果把这个运人 虚 编译链接一运行 哎呀 结束了运行 是不是技术啊 完了吗 OK 那有点奇怪 为什么你这个可用什么样的吗 上面上我们知道 左边是放逃间的 中间是放直啊 我说过这个函数有没有反位权 有没有反位权 有 我是说他返回我们字符上的字符数啊 听懂吗 对完了吗 所以这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这个函数没有反值 你能放到这里调位吗 你会这样不能的 不能啊 这个知道大家起来 这个能够吗 所以如果这个条件成立 我们就执行这个函数 不成立 我是执行这个函数 对不对 其实有更简单的习法 怎么更简单的 我先不用这个工具上谋啊 怎么更简单的 看到 把它拷个一份 A磨上二直接问号 后面写什么 技术 你想要试不上 后面再写什么 偶数 为什么 我说过 任何数值是都有都有真假性的 如果你磨上二的值 是真 是意味着是一样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磨上二的取值是一的话 是代表你是真的 既然条件成立是真 我们就应该执行这个 你说 那如果你磨上二的取值是等于零 是代表是假 既然是假 是应该执行这一段 偶数 恰好 等于零什么就是偶数 好了吗 所以这个更简单 对不对 好了 所以你想要 我们if else 是一个精简一下 你这里是可以 不写这个 不写这个是把这个变成什么 对没错 把这个变成记住 下面这个变成什么 偶数 是一个 能看懂吗 完了 我现在要求 位与运算符号判断我们这个变量机有性 那怎么判断 我们知道位与运算符号 他是不是只能操纵位的 就超精确的我们某一位啊 这一张那怎么判断机有性的比如说15 15他的恶定制能写15 15的恶定制 首先我们15是不是应该等于8加4加2加1啊 8加4加2加1是等于15啊 所以15应该是等于1111 10也有啊 111吗 OK 那116 15这个交往我们很容易看出他是不是 低数啊 是低数吗 再给你一个偶数啊 比如说我们来 这个是15啊 15的恶定制是什么东西啊 如果给你一个14请问14怎么则 1110 对不对啊 那再给你10请问9怎么则 1001对不对啊 那如果给你10请问10怎么则 1010 需要1010啊 接下来 放这里 OK 请问什么规定 基数跟偶数差别的吗 是最后一位 你最后一位是不是1啊 嗯 1加上其他值肯定是基数啊 听懂了吗 因为前面这些值 后 后面这些值啊 所以都是2的n四方 2的n四方 2的n四方啦 2的n四方是肯定是偶数啊 你偶数加上一个1是不是肯定是基数啊 听清楚了吗 首先我们找个规定 什么规定啊 如果你最后一位 最后一位啊 最后一位是1的话 肯定是什么数 基数 如果你最后一位是0的话 肯定怎么说 偶数 听懂没有偶数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讲到独立的 所以现在我们现在起初到最后一位 看一看呢 看一看他是1还是0呢 如果起初到最后一位是1代表他是什么数啊 基数 起初最后一位发生是0代表是偶数啊 是不是啊 那怎么起初到最后一位呢 是不是用这个谓语啊 谓语的我之前我是给你们说谓语的 什么谓语的 在哪里啊 在我们零幕里面看到 零幕 来个open 零幕往里敲 在哪呢 谓语我说什么谓语啊 你看一下 你是不是只要与上1 只要与上1的话 你是原来的位会保留啊 与上1的话是原来位保留啊 1是保留他的1 1是保留他的1这个0是保留他的0啊 对不对 知道怎么办吗 现在我是不是想把你这一位取出来 既然我想把你这一位取出来是你与上几啊 没错 意思就是你想想 如果我们15比上1 得出来值是多少 既然是1嘛前面是肯定是 0比0啊 对不对 以上1代表什么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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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是1啊 好了吗 好了就在哪 那如果你是欧数 欧数啊 来 如果你是欧数啊 那我又以上1是等于你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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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对不对 那这么1的话 你想看 我们1就知道 只有两个都唯1 还是1啊 那现在现在是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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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出来这个只是0 也清楚我总够了 所以现在 怎么取出我们的最后一位 对不对 是直接以上1啊 所以怎么办呢 是不是拿到我们的a 以上几啊 1吗 如果以上1 它的值啊 如果它的值啊 它的值如果是等于1 意味什么 别别说 这是技术 对不对 如果a 以上 a以上1 它的值是等于0的话 这代表什么 偶数 这不最快吗 是不是 就好了吗 搞定吗 所以 完了吗 所以你想看我不用这个 取磨啊 取月 你不用某一位算是也能搞定 判断及偶数 是不是 你最后面1位 如果是1 最后面1位 如果是0 就是偶数 是不是 这个特点 那怎么取出最后一位啊 是不是让你的最后一位 以上一个1啊 对吧 完了吗 所以 为你认识做啥 这个取出某一位的值啊 啊 取出某一位值啊 好搞定了 这个是我们第2的类型